继续我们来介绍第三组的金玉良言 主题永远是Man and Life 人与人生 我们先看第一句的这个名言 先从单字片语来做分析 Determination 名词决心 Attend 动词完成达成 那下面就是有关于决心的一个补充 那么如果讲说我决心要成功 好那我们的成功的单字是用什么 succeed 好这是动词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了 I determine to succeed in life 我决心要在人生中成功 这是当动词用 那第二个这个写法也是一样 它是用 I am determined to succeed in life 在人生中获得成功就succeed in life 那这个ED并不是被动 同学可能会误会这是被动 但是你下决心不可能被动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知道这个ED是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用 形容词就是配合逼动词的 所以看起来好像被动 事实上是主动 这是形容词 配合逼动词 I am determined to succeed in life 决心在人生中获得成功 下面第三个就是同学比较常用的 make up once my two 首先要了解这个once是指所有格 因为主词不同 所以所有格也不同 如果是我下决心 就I make up my mind to succeed in life 如果是你 那就you make up your mind to succeed in life 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 下决心要做什么事 三个表达都可以接受 都不错的 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句 那么这个句子比较长 基本上这个有名的人讲的话 有时候是比较这个精简 所以有时候是看不太懂 那么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结构 片语跟子句的分析 这样比较容易了解 他们所讲的那个名言的内涵 他说 the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片语 人生中重要的事情 意思就是这个后面的东西 所以基本的架构就是 这个是主词 这是动词 逼动词 后面的这个叫主词补语 逼动词后面的叫主词 主词补语 这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后面 这个后面就是讲人生中重要的事情 这个叫主词补语的运用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记住 这个人生中重要的事情 它是用单数 所以你后面的整个内容 也是讲单数 这是单数 他说 要有一个很伟大的目标 并且 并且要怎样 一样 have the determination 要有这个决心 什么决心呢 to attain it 这个it就是指目标 要有这个决心 去完成目标的决心 所以 这个 格言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 要有目标 并且 要有完成目标的决心 所以你要知道 这是一件事还两件事 这只有一件事 就是 要有目标跟决心 同时要有 不是说有目标一件事 有决心又另外一件事 这样就永远不会成功 所以记住 人生中重要的这一件事情 就一件事情 就是在后面 有伟大的目标 并且 有 实现目标的决心 这个决心最重要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它说 Move life to the full 这个很棒 to the full是很完整的 全部的 Live life 过你的人生 完整的来过你的人生吧 就是 不要辜负你的人生 人生要善加运用 要好好的利用你短暂的人生 这就是 Live life to the full 不要辜负人生了 Let it something Let就讲这句 这句话 不要辜负 辜负人生 那这是 something 某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啊 好 不要辜负人生 这就是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后面来了一个 关系子句 来补充 说明前面的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 Most of us 大部分的我们 当度 不会去做的 我们现在讲 不要辜负人生 那同学想看看 你有没有辜负人生 有 有的 有没有辜负人生 有没有辜负人生